大甲正男工副董事長 鄭明昆遭控出拳打人 另一角度影像破光 只見背著女兒的正姓男子 從教杆旁鑽進教前 直挺挺站在鄭明昆正前面 男子被眾人制止往外推 雙方一陣拉扯 鄭明昆气得飆骂 並出手壓低他的肩膀 男子才總算彎下腰離開 事後他出面控訴 雙方在軟教前起口角爭執 對此大甲正男公司下表示 當時對方渾身酒氣還背著女嬰 擋住軟教不往前走 嚴誤大甲媽回軟 他才會動手推對方 而在那之後 鄭信男子把嬰兒放下 跑到大甲市區城隍廟附近 鄭信男子往前衝 為了要追上軟教 被眾人團團攔住 政府董事長徒手殴打腹部 數字成傷 那今請問被害人正男 對政府董事長提出傷害告訴 那昨天我出去看給他瞄一下 好像那個米乳喝很多耶 男子不買廟方貼他標籤 說他在鬧事已經提出傷害告訴 對此鄭明昆並未對外說明 僅私下表示要告就告 三立雄周部藏合報導